肘部原始点操作演示 肘部原始点位置 如图中红线所示 起于肘关节上方前侧凹陷处 沿股骨向上行约一时指长 少数患者还可能在向上演身 涵盖范围 肘关节以下 包含手肘 下臂 手腕 掌根 手背 如图中灰色区域所示 我的第一点是怎么样 中线往前一点 应该是在这里 你注意看 应该是这里 就是这个骨头挂过来 这个细后 从前沿哦 挂过来 到这里 才是对的 那这一点 顶进去 是这种 你顶得很好 了解吗 就是这种感觉 那手法 十字法 然后顶进去之后上下 用这样 你们如果说没有人教你们 就看我早期的那个手法篇 后来我好像很少在教四肢的 好 这一手扶上来 你放 这一手顶上来 这一手压下去 那形成一个对抗的力量 好 这样 有感觉了 然后我再揉给你们看 这个就沿这一条线上 对 就这样 了解 就是这样 那出碗我喜欢用 碗骨 就直接靠着 就左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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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